苦瓜很多人都有吃過 但很多人都不喜歡 嫌他苦 不過吃得苦中苦 方為健康人 因為苦瓜很有益 為什麼呢 我已經介紹過有關苦瓜的好處 食用的禁忌 還有對於糖尿病 抗癌很有幫助 而以糖尿方面來說 我有個很親身經驗 你就要留意我遲些為大家分享 我怎樣用苦瓜去控制我的糖尿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苦瓜和什麼食物配搭是最好的呢 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外面食有苦瓜炒牛肉 其實苦瓜和瘦肉牛肉這東西 一起食用是可以提高人體對鐵的吸收 因為苦瓜有很多衛生素C 我們可以令身體對鐵吸收的 增加它的幅度 如果你只吃牛肉沒有衛生素C 它吸收的率是低很多的 所以如果和苦瓜齊食 在這方面很有互相的幫助 第二樣 苦瓜竟然和洋蔥也是一個好配搭 它可以提高人體的免疫功能 因為苦瓜含有一種叫灰菱 它可以解熱 它是沒有生理活性的物質 它能夠使免疫細胞消滅癌細胞 洋蔥有種特性 可以使致癌物質結合 可以有解毒作用 所以兩者配搭 可以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 對我們健康很有幫助 第三就是苦瓜和豬肝或者豬潤一起吃 可以達到清熱解毒補肝明目 可以為人體提供豐富的營養成份 對於這個明目很好 所以平時我們常常食用是有一個好幫助 不過這個肝臟是我們偶爾吃就好 為什麼呢 雖然世衛提供它已經成為十大健康食品之一 但是多食的害處還是有存在 我會遲些在食用內臟裏再為大家分解 另一樣苦瓜和茄子一起吃 竟然可以達到清深明目 益氣壯陽和可以延緩衰老 所以男女朋友都很想去達到這個目的的時候 就要多吃一點苦瓜加茄子 因為這樣 而且對這個血管的病人 這個配搭是一個很理想的食料 除了苦瓜加青椒竟然可以是有健美抗衰老 愛美的朋友一定要多吃一點 但是說了這麼多樣的好的配搭 現在就要跟大家說說和它雙刻的食物 竟然是苦瓜加排骨 其實排骨這件事 梁瓜排骨很多時候市面上都有這個小菜 但是竟然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防外鈣質的吸收 因為苦瓜裡面的草酸含量很高 排骨的鈣和它一起 就很容易成為一種草酸鈣 就令人體對鈣的吸收受阻礙 所以間中吃下無妨 長期苦瓜加排骨 你不如改改苦瓜加瘦肉 或者加牛肉 那就不會妨礙你的鈣質吸收 還可以幫助你吸收多些鐵 所以大家知道怎樣配搭的時候 希望你們以後吃苦瓜 就多些正確的選擇 幫助你來的